王妃娘娘 毕竟男女瘦瘦不轻 而且尊卑有别 秦王殿下不在府上 你又留一个大男人 在府上住了这么多天 还亲自照顾 这样不妥当啊 秦王殿下要是回来了 铁定会不高兴的 张嬷嬷 这一回 我就是要他不高兴 王妃娘娘 等等老奴 老奴帮你 小东西 你干嘛呢 小东西将自己的爪子抓破 正低血为顾北月呢 小东西轻轻叫了两声 就这样 缓缓倒在顾北月的身上 韩芸汐 连忙将小东西捞起来 只见小东西 双眼紧闭陷入了昏迷 小畜生 你怎么就对顾北月这么好 王妃娘娘 你救了我 你能醒来便好 王妃娘娘必是给在下用了奇药了 小东西的血 什么人 出来 来人呀 有资格 有资格 王妃娘娘 快逃 别管我 废话那么多做事 就见一道利剑破门 林利彪来射向了顾北月 带众人反应过来 顾北月早已复不中剑 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也不知道是谁发出了一个退字 所有的黑衣刺客便都开始撤退 龙非夜动作优雅 缓缓地收起弓箭 他不允许天宁帝都里 埋伏着这样一个来历不明 深藏不露的家伙 更不允许 韩芸汐的身旁 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你们都出去 赵嬷嬷 把窗户都关上 门也带上 要知道 顾北月的伤 伤在丹田处 那可是肚脐下三寸的地方 哎 不好 赵嬷嬷急坏了都 她也顾不上那么多 急急去推门 可谁知道 突然一阵风过 先与她将房门狠狠推开